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 你如果说拉动物体的话 让它恰恰动的话 你的F必须要等于它的最大近摩擦力 F等于最大近摩擦力 它的物体才会刚好要动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带出这个式子 因为最大近摩擦力跟正向力自成正比关系 对不对 好 题目告诉你的 最大近摩擦力是200 你如果说上面放400的话 它刚好要动是200 最大近摩擦力是200 那你的正向力就是你的物体的重是400 这是长数 不管它 那后来啊 我的正向力变大了 我再放100克下去 所以变成500克 再乘上它的摩擦系数 就是长数不用管它 那我需要施多少的力 所以我就可以解链力 解出最大近摩擦力是250 所以我这个力必须要等于 最大近摩擦力250 才能够刚好推动它 这样子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分 那你说什么 是什么 我去下转转账 这个人吗 就条西安 跟你说是4分 打开 我准备在这个吧 比较想到 实际的开放 是东西